但是聽了台南的心 我永遠不變 所以我會對用以不夠精神 來忠心的道歉 為了脫口而出的台南人 羅爾法雷遭到綠營圍攻 新北市長侯友宜 公開真心誠意致歉 用行動化解風波 你造成了台南市鄉親 登革熱道爆發 112條人命死亡 你要不要道歉 台南人沒有這個福氣 沒有辦法選出 像侯市長這麼好的市長 侯市長為了這個事情自欠 我們肯定他的高度 夏龍介 力挺 侯友宜 這回為了重返執政 來有別於過去戰略 瞄準空戰 拓展票源 侯友宜布局2024 用直播演講當作起手式 以往網路行銷 訴求年輕選票 是國民黨的一個弱項 那你2024國民黨 如果要反派為勝的話 一定要在你原本上面的弱項 去做明顯的補強跟拉抬 首場直播 侯友宜跟黨內聲量王 謝龍介 許曉欣 一起合體 爭取青年選票 而5月27號 合友宜也預計 南下高雄岡山 舉辦第二場演講 尋求南部選民支持 許曉欣跟謝龍介 形成一種強強聯手 相互拉抬的一種可能性 那所以在流量的一個方面來講的話 絕對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拉高 他是一個從市場長大的 在肉點大小的孩子 一生用他的生命 堅定的捍衛中華民國 各位拭目以待 到中南部 可以看看 侯市長的魅力 從空戰佈局到揮軍南下 侯也要補足國民黨過去缺乏的 更要拼盡全力打贏2024 歡迎新聞宋君王毅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團結合 請訂閱按讚 路通知 從來 樓下 按讚 按讚 路透知 路透知 住 滿 路透知 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